情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V7TV的第一视角,萌汉子闯江湖,我是贾刚禄。 因为今天还没有过中月十五,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在马年工作顺利,合家欢乐,马上掌棋哦。 嗯,我这个节目应该也是有很久没有出了,对于如果有一些在等待着我的节目的朋友说一声抱歉,但是确实是各方面的原因。 之前我也在论坛这个解释过一次嘛,很遗憾的是我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好,但是我尽量吧,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跟大家分享下期时候的一些心得。 嗯,上来这个棋比较少见,我个人好像是第一次下出来,嗯,本身如果没有我刚刚二间高架的这个是一个定式,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子总是有帮助。 嗯,普通而言是跳,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多了那个子能不能搬头。 嗯,嗯,我搬,他如果拐吃的话,我是准备连搬的。 嗯,看他走什么吧,爬我一下。 嗯,我本来想的呢,是他拐一个我连搬,然后争个先手以后,拐上面很舒服,那既然他爬我,我肯定是要,这个敌之要点及我之要点,也是契合。 所以我必须贴起来,嗯,他是准备跑,哦,哦,他的气了是吗? 那下成这样,我应该没什么不满的吧。 嗯,因为这些段由于争子的关系并不成立,所以我准备怎么引一个争。 嗯,二,三,四,五,六,一。 就挂个脚吧,因为他已经不能再硬了,他如果再硬的话呢,就会被我争死。 啊,他果然补一个,那么我就双飞燕。 这样的话呢,在左上角,我们是形成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定型。 嗯,双方的手数,二,四,六,八,十,十,一。 双方手数都是十一手,那么纯木数上来讲,它是会多一点,它大概有十五目。 但是我呢,比它厚很多,而且我的整个头影响面会比较广。 那么,其他地方我比它多一手,而下面我能下成双飞燕。 所以我感觉下到这样的话,我的仙招效率最起码是发挥了。 所以感觉还不错,可以接受。 当然,形势怎么样,我觉得还早。 在右下角这个定型也是非常常见,接下来摆起无外乎沾上和虎两种比较常见的下发。 嗯,沾一个似乎更多件一些。 啊,对手好给我面子。 我刚说完,它就火了一个。 嗯,那我就简简单单的拆一个吧。 不知道下面贴一下便不便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把选择权交给白起,看白起怎么选择。 哇,白起好淡啊。 不愧是日本选手。 这不沾,把我麻到了。 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确实是没有想过,因为感觉我无论是虎还是飞,它自己沾一个效率总是不对嘛。 因为本身我如果自补的话,它肯定是双一个。 那这样来看的话,它自己先沾的效率不是已经亏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是不是就跟着硬一个,它总不便宜。 嗯,以后白起以后被我病一下以后,如果能把它封进去,它的局部。 嗯,右下角还是死气。 哇,白起真的是把它这个扎实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部扎钉也好淡啊。 二,三,三,拆一个感觉是本手低感。 但是我特别想抢上面,因为跟双方的这个头和扩张都有关系。 但是下面这个白起打入当然也是非常大,所以可能我脱先还是有点过分。 那我就拆一,现在好像是没什么其他的选择。 嗯,总之在这个下方的战斗,我只要不会被它攻到,我觉得就可以接受。 一,二,嗯,点我。 也是形状的要点吧,那我就贴出来。 白起接下来肯定扳头,那我也扳出是必然的。 白起应该会选择连扳嘛,因为它如果长的话,我就跟着它贴。 嗯,无论走多少个,只能说是更衬托出我刚刚的这个拆二的位置,是绝佳的。 而且我每多走一个子,对它下面的这两个子的压迫就更大,所以它基本是会连扳。 嗯,连扳的时候,我吃不吃掉这一下是个问题。 我直接尝呢,它是沾上的。 嗯,我打了再尝。 由于它暂时蒸不掉我,可能还是打一下更好一点。 是这个地方我也想不清,因为我打一下以后再尝,就有可能不是先手。 本身我如果空尝,它是必须硬的,因为它如果不走,我就会吃另外一边。 那样,由于它下面脚上还不活,就比较严厉。 而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上面这手打吃,对它白起本身的影响没有刚刚大。 嗯,被挡到。 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这个形状。 嗯,又不太肯自己补。 希望能有以光为首的下巴飞个。 因为暂时来讲,它如果断我,我就斑沾。 嗯,它如果吃我,我把它封住的话,从杀气上来看,它应该不占什么便宜。 嗯,它还是断我。 嗯,现在而言,它不可能吃我,它可能也就是,嗯,找一个步调,顺势出头吧。 那,我就,搬沾完了以后,它出头,我再活,做活。 嗯,我仍然是白起脚上没有活干净。 三,四,五,六。 嗯,我感觉像成这样的话,我好像还是有点过分。 不过,如果在下面形成战斗的话,我上面的那个,上来提的那三个字,可能厚味能够发挥一些,也是我的用意吧。 嗯,确实现在这个形状很难说是我在供它,因为我下面还欠一手气。 一,二,三,四,五,六,七,因为如果一旦我下面先活了有一天在家的时候,它有可能有反加等等之类的反击手段。 嗯,我希望在做活之前能够把该吃我的东西都走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嗯,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便宜的东西了,只能现在回到自己做活。 嗯,嗯。 这样看起来,白旗由于有中间的这个贴一些先手,嗯,基本上它这块旗已经是要活了,所以我对它也是没什么作为。 一,二,三,四,四,五,六,七,不是很满意啊。 中间其实提掉非常大,但是下面这个形状我又不能不走,走旗好像有一点。 主要下面还是比较大吧,虽然死也死不了,但是还是大。 嗯。 还是得沾上,因为毕竟对它仍然能够保持一个公式,我觉得也比较重要。 二,三,四,五。 也是现在对其他悬点有一点茫然,不知道走什么了。 白旗这两下是不是有俗手的嫌疑,被我交换成这样以后,基本上我自身是已经活干净了。 感觉上白旗不走以后,还有可能点在我虎的位置,我如果挡下去它还可以爬,我的眼位明显差不少。 感觉白旗这两步有一些俗。 九,十,还剩下两次读秒。 对手的棋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就是很堂堂正正的。 如果跟他这个棋相比,我就有一些邪恶,人家每一步棋都非常正义。 当然这个正义可能也是,我觉得日本围棋需要追上中韩的一个问题所在吧。 就是正统的日本围棋,当在他的巅峰的时候,的那些遗留下的一些东西当受到了,就是后来中韩找到了破解他的办法之后,可能导致了他们的成绩就变得差了一些。 五,六,七,八,九,七。 哎,我这些能不能吃那一遍。 等一下。 吃那边可以先手做活,但是先手做活有点损的太多了。 我还是算了吧,先损这种事情实在是有点做不出手。 对,刚刚说到日本围棋这个本格派嘛,很正统,棋的每一步都堂堂正正。 但是呢,这样时间久了以后,反而发现呢,这个其他效率会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围棋,就是现在的围棋好像没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有效率,有木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围棋的一个变革吧。 贴一个,它贴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如果硬的话呢,它下一步断就可以断死我这三个旗筋。 那我如果补这边的话,它中间滚包我两下也非常大,所以尽管我中央旗筋三个子要被吃掉,但我还是选择了提下面。 因为接下来我觉得飞住下面的这首旗非常地诱人,而且它,我还是因为我上面比较厚,那么我还有一定借用的情况下呢,它很有可能只是吃了干干的六木旗。 所以这样的话,我应该是可以承受的,现在我并完一下以后,就准备把它飞住。 它下面是必须补齐的,而且由于它力不是先手,所以它一旦补完以后,我还可以在上面再扩张一手我的模样。 这样的话,我觉得实际的均衡应该会被打破。 嗯,对,前两天是去央视那边看了贺岁碑的现场,第一天去看了一下贺岁碑的现场,觉得真的非常赞。 而且,好像村川大戒这个比我们想象中的实力确实是更出色一些。 嗯,在第一盘中,呃,十月可以说是前半盘完全不占上风,而是在后面中后盘的时候,呃,村川大戒没有发挥很好,那么十月是取得了胜利。 而在第二盘的对局中,村川甚至是直接战胜了李氏十九段。 嗯,当然决赛呢,是几乎没什么机会的被我们的龙哥给解决了吧。 但是,我觉得仍然他还是很好的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 嗯,那么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小李有一些遗憾,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奇迷都期待着小李跟龙哥的这个巅峰的对决,应该会非常精彩。 嗯,这一串白旗是要干嘛呢? 我就尖一个他想干嘛。 他好像没有任何便宜的地方。 我下面,对,下面确实是混血。 他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他打吃,我就接上。 嗯,他下面这个形状比较特殊,正好他是没有任何起。 他现在最好的破远方式可能就是打吃外面。 那么我就简单的什么都跟着硬。 他如果点在二路的位置呢,我就挡在一路,那样会形成一个双活。 如果他点在一路的腰眼上,那么我就在二路吼一个,仍然是活气。 尝出来,我应该不怕吧。 首先,我靠完以后,他要想断我,他必须冲了,就先被我滚包,然后被我挡了,挡的都是先手。 那样的话,就等于我右边是毫无后顾之忧。 那我中间提了一个花,对他这两个字还该我下,显然是我保持着公式。 所以感觉白七从这尝出来作战应该是没什么劲。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嗯,他还是要,他点一个也有亏的地方啊,他一直在撞气。 像中间,我就多了先手,如果我,嗯,直接冲了冲,他都只能退了。 嗯,他挡住的话,给我一气闷死了。 感觉上白七这几个交换是不便宜,因为,嗯,这个等于是逆收五木起。 虽然很大,作为官子,但是现在在棋盘上有这么多大厂的时候,我肯定是不会去走。 所以作为白七而言,他也不着急。 以后一次读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看上去好像,感觉他刚刚吃我这三个期间有点亏,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形式应该我还不错。 来看一眼,白七上面,应该差不多还是十五木吧? 把15目多一点 然后左下角大概是 大概是 差不多接近20目 刚刚15目35 加上右下角38目 那么黑棋呢 黑棋算时空的话 右上角是15目以上 然后右边肯定是有10目25 然后加上下面的5目30 再加上刚刚这边的后位 是10目打底40 那么我整个中央的潜力 以及我现在这一长之后 又长了一个天目 所以我中间的潜力 等于就是多出来的 那我觉得形式应该是一目了然 嗯 长一个想问他一下 但我现在 下一手的选点有一点茫然 我是中间怎么蹦的一个呢 还是 还是收个空呢 飞个 不对飞个 好像有点 这部棋有点偏啊 我刚刚应该先飞 这样的话 就是先手 现在往这儿飞 好像说扩张有点 谈不上去 这部飞还是臭啊 最后一次读秒 如果有人能看到我的表情 估计就是一个 傻巴掌就往脸上抽 那部飞确实太臭了 最后一次读秒 我得冷静一下 扳下来 白旗下的我觉得太好过分了 读实话 三 四 他的用意肯定就是 我如果打吃吃外面呢 他上面就要打了 靠了再打吃 他先靠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他的意思 我这边三路的这个子 要被他抱吃死 但是我是想说 我觉得他有一点危险 我就沾完了跳 他整个呢 这块鸡目前一直也都没有 而我外面这么厚 我觉得他有一点危险 而且就算他能活 三 不行 他活的话 我可能木确实还是有点亏 看来我刚刚这部飞 确实是把自己倒向了一个复杂的局面 我现在好像 如果不能对他有很严厉的攻击的话 我的木会有一些问题 虽然说我个人觉得 他这一块鸡 死面比较大 他好危险的 主要他一直也都没有 这个中间如果被我再拱拱拱拱拱拱拱一下 他哪来的眼呢 而且我由于那两个子还含在嘴里 可以说是非常的厚 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好活 他现在要么就用那个尖了顶了 点这个 什么意思呢 我如果就尖了 因为他上面这两个子气比较紧 就算他冲断我 我就冲出来 他打吃 我先说滚包两下以后再冲出来 他也不行 这都是什么呀 我把这下冲掉呢 这样是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 而他如果挡住我就再拐 然后再搬住 那显然他眼味是不够的 好像他应该不太行 怎么办呢 长一个 我应该 我是不是把它搬住木 应该就够了 这样 我搬住以后 根据我刚刚 我刚刚给我右边点了25木嘛 我现在右边粗粗一看 10 20 30 40 42 50 快50木 那他当然是不够了 因为白纪没有长任何木数 6 7 8 9 嗯 看白纪刚刚靠了扳 靠了扳还是有点过分 像成这样 他应该没什么 没什么作了吧 莫非这期还要跟我说关吗 虽然说我的后半盘是不太好 但是这个我应该不会再下数了吧 7 8 9 点一个 嗯 又要不太会 感觉把他期间两个吃了也行 贴贴中间 我肯定也不怕他 1 2 3 4 5 5 6 这期可以说其实他自身还有很大的问题吧 哦 他已经疯了 我确认 白纪疯了 把这六木齐拽出来 然后中间轮我先下 只能说他真的疯了 最后一次读秒 这个先把对方打成一个大饼饼 心情愉悦 然后中间下巴很多 再把这俩提了得了 但提完以后上面特别厚 他没有任何借用以后 我再出头 双方 大家就各回各家 我就应该是 胜利宣言了 嗯 就小间出来吧 好像挺简明 靠一靠 还怕他给我搅东西 就最最呆呆的 他我就 什么都简简单单往外走 麦琴应该就不好 搬 这个特级 就长吧 不想 也不想 那我觉得 好吧 说着不想 我还是有点犹豫 这也是优势的时候 就容易 这个想的比较多 没有办法 嗯 他要怎么办 啊 他认了 嗯 好的 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